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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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 我們繼續來看下去 TDI軟體的發展工具 有什麼 接下來我們剛才介紹了 Assemble 之後 我們要介紹他其他的 例如Runtime Support Library 執行支援程式庫 那他其中包含了 標準的 ISO C 與 C++ 的程式庫 函式 編譯器相關的函式 以及浮點 算數 印算函式 編譯器 支援的 C 語言輸入 與輸出的函式 然後 Linker 連接器 當我們做主意完 主意完之後 我們必須這邊 下一個步驟做 Linker 也就是說我們把我們的目的檔 可以去連接一些 程式庫的函式 所以他可以接受不同形態 檔案的輸入 包含我們的目的檔 目的檔案 就是我們的 Object File 或是命令檔案 Command File 以及 Library 函式 或者是與部分已經連接過後的檔案 所以我們根據記憶體的規劃 這時候我們必須來分配程式 與資料到整個我們目的的硬體上面去 所以我們會透過一個 Command File 來設定 所謂 Command File 就是要來設定 我們記憶體的配置 所以這時候 連接器也包含幾種功能 包含了它會重新定位符號 與區段到最後的記憶體位置 這時候也可以解析 我們輸入程式當中 的檔案當中 有些未定義的外部引用 例如說我們程式裡面有定義一些 要用到一些 Library 一些 Function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連接器 去來引用外部的一些已經定義好的這些 Function 然後連接器它可以將所有的 Object File 所有的目的檔 最後可以連接成一個可執行的執行檔 或是動態連接模組 那連接器它主要的在記憶體上的功能是說 我們看到說假設你有不同的目的檔 有不同的 Object File 有 File 1 跟 File 2 在這兩個目的檔當中 它裡面都有點 Text 就是程式碼的部分 當透過連接器的時候 它會把這兩個程式碼 會放在同一個區塊 在整個可執行的檔案裡面 它會把它連接在一起 如果是有點 B Access 這樣變數定義的區塊 它會把它放在一起 像這樣 像點 Data 資料部分 它會把它放在一起 這是連接器的功能 那連接器 Dinker 它基本上可以也是透過 CL2000 這樣的指令 所以它可以下不同的引述 如果你要看其他的一些引述的功能 你可以看 TI 這個檔案 SPRU 514E 這個 PDF 檔案 可以知道說 連接器有哪些功能的設定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 Archiver 存檔器 存檔器 那存檔器 基本上它可以集合許多檔案 與聚集到一個單一檔案 也就是韓式庫 然後我們可以做 刪除或是抽取或是置換整個 韓式庫裡面的內容成員 例如說我們這邊舉個例子 我們要合併 sine.obj 或是 與cosine.obj 以及 flt.obj 可以來產生一個 library 就是 function.library 就是說 前面的三個 object code 分別是 實現 不同三個數學 function 那只是這個三個 function 它透過了 我們前面的 compiler 之後 它會產生 有三個目的檔 我們要把這三個目的檔 產生出一個新的 library 那怎麼做呢 我們就用這個指令 AR2000 好 把這一個 三個目的檔放在後面 它就可以產生一個 function 那指令格式就是 AR2000 -a function 就是你要產生 library的名稱 後面連接的三個檔案的檔名 我們也可以用 archiver去看說 function.lib它的成員 例如說我們下次指令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到底這韓式庫裡面有哪些成員 有包含了 sine cos 以及 這個flt 這樣三個 韓式 什麼時間 都可以看得到 然後我們也可以怎麼樣 用另外一個指令叫 libinfo 這樣的指令 然後可以 這個指令可以將 不同 建構因素所產生的韓式庫 library 組成一個檔案 例如說在這個例子當中 我們在建我們的 library 的時候 我們可以是透過不同的建構的一些因素 例如從下圖看到 我們的 mylib unscode 2800 點lib 跟mylib unscode 2800 unscode fpu32 以及最後一個 這三個 韓式庫都是透過不同的 建構的options來建構的 所以看到它這三個檔案 都是下不同的options所產生的 那你透過這個libinfo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怎麼樣 combine成一個 叫mylib 點lib 這樣一個韓式庫 這樣的好處是說 當之後你在編譯的時候 你可以下 對應的引述 就是說 你下這一個 某些引述的時候 它會自動連結適當版本的韓式庫 也就是說你在這個 mylib.lib裡面 你都把不同引述的 lib都把它放進去 只是你在下引述的時候 你會特別下 它自動會連結到 你看 像後面寫說 remark 它在linking這個 mylib.lib這個 mylib underscore 2800.lib 這樣的一個韓式庫 也就是說 它自己會很聰明去連結 它適當的版本的韓式庫 這樣變成比較方便 好 接下來看這個 這個 absolute lister 它顯示絕對位置 好 那我們來看 它可以 用執行檔 就是點 out 我們這邊執行檔 是點out 產生點abs檔案 那這些 abs 檔案 可以被主意 然後產生 程式碼中的 物件的絕對位置 列表 怎麼使用呢 我們來看 當我們下cl2000 對這個moju1 和moju2 點c檔 下完之後 我們會透過一個linker 去把這個btest.cmd 這個命令檔 去做連結 最後產生一個out檔 就是btest.out 然後透過這個 abs2000這個指令 對這個執行檔 就是btest.out的指令 做動作之後 會產生 moju1 moju1.abs 跟moju2.abs 這兩個檔案 那接下來 我們再用 這個cl2000 然後這邊要下的 引述是 absolute listing 對這兩個abs 下作用 作用完之後 會產生出 兩個檔案 叫做moju1.list moju2.list 那這兩個list 就可以包含說 我們看到這兩個檔案 看到說它 裡面會記錄說 我們區段程式的 技術器 就是我們的session program counter 就可以顯示 它絕對的位置 那這些tools 你在開發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會 需要用到 看到更詳細的資訊 可以用到 然後在這一個part當中 我們介紹了 如何使用其他的一些 TI軟體發展的工具 我們在下一個part 我們會繼續介紹 其他相關的軟體的工具 我們趕快看下去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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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